Hello, 大家好, 今天繼續玩真三個無雙 這一集是集談來的, 講一下這個頻道, 我在玩, 現在玩成怎樣 其實我每日都起碼玩回4-5個小時, 坐在電腦前面玩的 可能看別人的Twitch直播, 聽YouTube片, 之後玩 我現在就一隻六星的602, 還有周泰本身是六星的, 但抽不到 因為想拆關, 什麼5-2, 什麼6-1, 都拆光了, 我都沒有出這個周泰 我的運氣是比較差, 然後我就 朱賢, 昨天那一集,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一百玉抽 那我抽了有五隻, 五隻, 朱賢的, 一二三 總之四五, 然後昨天有一隻七個小橋 你看到, 我沒有說笑的, 這個真的是七個 但昨天因為有筆, 所以就,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出來 其實我有八隻小橋的 其實我有八隻小橋的 昨天那條片有多少design, 我覺得是因為我抽了那麼多小橋 嘻嘻嘻嘻嘻嘻 有八隻小橋, 那其實 我再抽到一隻甘底的小橋就可以滿記了, 這個名像 但是又, 就很難啦, 很難 那, 等一下 今天有什麼做, 今天就是, 打算開這個 四星的券, 那因為 我這裏幸運殘券呢, 是抽蛋, 課金才有的嘛 即是你抽完蛋, 課金抽完之後, 它會送一個幸運殘券給你的 幸運殘券有什麼用呢, 就是給你 這裏這裏, 幸運 對了, 這幾個, 這幾個券, 可以換的 那, 七百五十, 就五星啦 對了, 那如果你是四星的話, 就九十, 差很遠的, 我覺得是 我自己會抽四星好過五星, 因爲其實只是欠星數嘛, 那欠星數我自己升到呀 是不是呢, 如果你是, 不是呀, 五星一定是中 名像的, 誒嘻嘻嘻 那不是呀, 那這個不能, 那我一定要儲的, 這個, 那我不抽了 但是就, 我剛才還打算抽的, 那現在不能抽了, 因爲四星, 四星是一定不會出金底名像的 金底名像一定是五星起跳的 那沒有了, 不抽了 那我只有一百一十四, 嘻嘻嘻, 我抽了一百幾次, 我才得過 嘻嘻, 你想我抽七百次呀, 你低B呀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如果他這個, 是真的五星的話, 那很大機會是 我真的很大機會是名像來的, 這個是 即是如果你抽七百幾次的話, 但我覺得真的有點貴了, 有點貴 即是沒理由這麼貴, 七百五十抽 你即是, 我當你一百抽就, 即是你課金的話就是 十抽就兩千三百八啦, 不,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八啦 十抽的話就, 一百抽就二千三百幾元啦 二百, 二百, 如果七百抽的話, 其實就成萬 萬幾多呀, 萬二萬三啦, 是吧 是, 萬四就差不多, 萬四塊, 瘋嘻嘻, 萬四塊港幣, 你跟我說, 換一隻 都未必是名像, 你可能是那些, 除房的五星, 是不是 嘻嘻嘻嘻嘻嘻嘻, 萬四塊你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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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關,一關有2600銀幣 我有30體力,因為它一關扣3體力 即是可以玩十次 十次是2600乘10,2600乘10 每日玩三次,就是8萬多 再計算一下逐陸中原的日常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我剛才那條片,就是這個 木偶冷截戰,這個可以四萬幾五萬一場 加上我當百萬,就是最低百萬 這裏主劇情百萬,日常百萬 已經十六萬了,十六萬 那哪裏還有四萬呢?四萬就是這裏百門金鎖,擴場爭奪 擴場爭奪其實也蠻多錢的,即是一鋪幾分鐘就可以有 有成一萬元的了,三千六,但你可以最多佔四次的 有四個位置給你佔的,有四個 那三千六乘四,即是15000了,差不多 那我又當你一日玩三次了,即是 那些體力其實就差不多是五六個小時就回曬了 那些活動的體力差不多是六分鐘,不是六個小時 那這裏是什麽事啊,不斷說錯話 那這裏15000乘三,就四萬多了,加上剛才那十六萬 其實就二十幾萬了,即是 這個很粗略的計算,不是很準確的 但我相信你可以,即是 嘩,要吃兩個,不是吧 這些不用,你沒有用的啦,都是用的啦 即是它會送的,這些旗次 它會不斷送給你的,你不會怕是 你不用怕說會沒有了 對啦,今天其實 講一下最近有什麽事發生 就是近來考試的,我其實有些 即是有些功課就 就比較難,其實想不到怎麽做 哇大哥,其實這個框林屏呢 即是如果這個位其實,即是有些 大家覺不覺,好像路 路底的 即是它那件盔甲上面的一點,突出來了 看錯了 不知道你們玩成怎樣,最近 啊,講完這個武鬥場 武鬥場和染武場,其實我很少玩的 首先,講一下這個染武場 這個染武場呢,你看一下這個排行榜先 排行榜,好 通常第一位那些都是三個六星的了 這個五星,為什麽它會有一隻五星呢 是因為它,即是你打的時候是打電腦的 你不是同人打的,所以 有一隻五星,兩隻六星贏了,是不出奇的 我都見過有些日是兩隻五星,然後一隻六星贏了 因為他們,即是怎麽說 人是和電腦不同的,首先它電腦已經夠廢 即是如果你是人和電腦打的話 然後你暈它,暈它,然後再出奇 然後不斷圈圈圈圈圈圈,然後再暈它,然後再出奇 那其實你是屈了 你是屈了,那為什麽我會不想打呢 是因為打完又跌回去 即是你這樣打完,等一會過一個小時之後 人家又打回你下去,即是這樣 打來打去就很煩 很煩,而且不單是煩,而且它的獎勵比較少 你看一下,不是這個 牌人榜,其實這是縫綠茶信的 如果你是八星的話,即是你沒有打過的話 就50,50個這樣的牌,軍牌 那1200元,這些錢不用管了 你看到第一名都是只是 都是2萬元,2萬元很少 我覺得很少,雖然是每日都有 每日都有,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這個牌呢 你打到差不多300,才開始有轉變 本身是,無論你是10萬,還是1萬,還是1000 你所有的那些牌都是50個 但是你除非你到了300,200 即是這裡開始已經,那些人是厲害的了 即是那些,雖然都是電腦都是厲害的 但你要花更加多時間去打 那究竟值不值呢,你打完300 然後你可能晚上睡覺,一會兒又跌回去 然後你又拿不到那些牌 應該是這樣算的,它是 但是就,這些牌是 有些什麼換,有什麼值錢的換 我沒有什麼留意 我看到它是打完之後掉下去 打完之後掉下去,我就生氣 好生氣,是有些什麼東西換的 我當你大司馬,大司馬是200 200個牌,那你當一日都是換三個高級經驗單 還是大哥,那三個經驗單 我就這樣,即是我就這樣拆一些武將回來 都有經驗,都跟這個經驗差不多 我用什麼打這麼辛苦 然後還要怕掉下去 然後擔心一樣,擔心那樣 唯有你要理這個千多,千多經驗單 不可能的,除非這個,三星珠武雙 不是,三星珠武雙是碎片 無關事,三星玉石,玉石 但是都是1300的低B 大司馬才佔200一日 你,你要霸多久 霸多久有一個位 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很愚蠢 除非你,獎禮是提升多些 即是你不要那麼沽喊 起碼送一些元寶的東西 它是不會送元寶給你的 這個,已經沒有場 還有,沒有鬥場 都是不會送元寶給你的 精戰天下就會,還有礦場就會 這個,這個有分的 聯賽有分五個聯賽 我不是要打 其實我未打過這個,有點像Ranking Ranking 即分,一日只可以打十次 每日只可以打十次 我是覺得蜘蛛沒有碎片有些用 這些全部對於我來說都是垃圾 它太少了 我們當最金龍第一位 就是15萬 一個星期的 即是差不多一日 就兩萬元左右 是的,兩萬元 其實如果你這裏兩萬,那裏兩萬 再加上活動送 每日都會送 現在每日都會送一萬幾兩萬 然後你可能有些成就 然後再送 以及精戰天下又會再送些銀幣 再加上我剛才說的二十萬 其實一日可能三四十萬 五十萬都未定 對了,如果你有成就 是給五萬元銀幣 然後你就這樣拆這些 這個就比剛才那個 因為它是五百個牌 對了 不過當然這個要打位 不過最重要的是 這個專武碎片 你每個星期就可以拿到五百多 其實就 可以換到兩至三個專武 雖然是三星,但好過沒有 其實我還是覺得有點少 我覺得應該是一千的 因為一千那麼多 才有五個專武 五個三星專武 那你兩個專武合成一個 兩個專武合成一個 四星,兩個四星 一個五星 對,起碼一個五星的專武 因為未必是你想要的武將 對吧 即未必是 你可能用602的話 是未必出602給你的 即現在還有三十幾 三十幾四十個武將 你無理會一定會中 602的 其實我抽到五次專武 都未試過中 602 那些 黑後淵 那些 即是我覺得是特地 我覺得我是少了 本身就 少玩這個武鬥場 我見到有些高登巴打 即是林登巴打 是 是遊玩武鬥場 是 即是他們應該幾喜歡玩這隻 是遊戲和課金 不是課很多 因為他們個個都成二十幾三 二十幾萬的戰力 其實就 我自己覺得是很誇張的 不過當然你玩到這麼進取 你很快就悶 即是 我見到很多其實都很多人是棄遊戲的 現在是 很多人棄遊戲 即是很多人是趁熱鬧 三分鐘熱度 然後走過來 走來玩 我自己就沒有日固定玩 其實很想 即是很想升一些東西 就是例如 如果我真的過多幾天 我這個大橋是 升不到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 即是升這個銀式的大橋 那你可能說 就不是很高攻 其實我們看回大橋先 大橋的數值 就好像攻擊力是比較低的 低少少,低100,200 是吧 不 它應該是水熟還是火熟 應該是火熟 應該是火熟的 對 1800 根本差不多 差不多 大橋也不差 不過這些技能不知道怎樣 技能好像有點廢 我自己 我自己有時候用小橋打這個日常關卡的時候 我覺得 它的範圍技很廢 很短 很 即是它有時候是 如果太多兵的話 它不能打 它打不到是最邊邊的那些小兵 它就是範圍只是 而且又長 它的技能時間很長 即是好像那些動作很多 很多多餘的動作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 不是很喜歡 但是始終是名將 始終是名將 那我其實只差這隻 那如果你說是水熟的 或者是銀色的話 我只差一半 因為這個1800 那隻是1800 這個才是1000 血量還要少一半 這個這樣不划 這樣絕對不划 不對 這個綠色的是 我綠 木屬才是銀底 小400 其實小400 其實小400來說 你在技能看 其實技能是 例如 這招四技是7000% 它這個7000%是計算你的攻擊力的 就是 換言之 如果你400 少了400 的話 再乘回7000% 就可能 少了幾千雙 就是 其實這個攻擊力 就是 解決了你 技能有多厲害 是的 就是 本身如果你 不過如果你技能是廢的話 就是 血數又是低 又 percentage又不高 那些 如果是 就是廢 但是 通常呢 技能就是看回攻擊力 應該是 我就這樣看字面 解釋 就應該是 那其實 可能 朱賢其實就 有些人說 朱賢其實 未必跟這個 黃中是一比 因為黃中其實是 因為它攻擊力 是高於朱賢很多 那你這樣說 都對的 我覺得 都對的 這個應該是火屬 那 千四 那其實千四 計算 差不多 跟銀底 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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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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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 如果 如果你是 就是 抽中 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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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始終都是比一般的 這些 這樣的角色 是 差不多 我看看 夏侯淵 夏侯淵 我覺得 它 它的威力是比 珠賢厲害 可惜我現在是抽不到 即 很難抽 現在 很難抽 但是這遊戲 為何越來越少人玩的原因 現在看巴哈 和Lindon 那些 人氣真的不停 不停 這個應該是水熟的 我記得 差不多 防禦力高一點點 高十幾 但是為何我覺得 夏侯淵 那些多厲害 比珠賢的 珠 珠 這個周太 其實攻擊力 並不是很高 它好像只有 千一千二 我記得 千一 火屬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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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一千二 但是因為它是型的 還有防禦又低了一點點 周太那麼多人喜歡的原因 其實應該是新手角色 還有它的暴擊率是很高的 這個 暴擊率 暴擊率其實應該是沒有什麼幾值 沒有什麼幾 幾 幾常見的 我想說 不是幾常見的 我想說 它這個好像馬超也是 我記得 馬超是雲嗎 好像不是 宣權 宣權 是否暴擊 霸體 這個是 這個是 602 霸體 其實所有角色分開幾派 有些是加攻速 有些是吸血的 有些是流血傷害的 還有些就是這個 霸體 霸體就是 雲 還有雲 這個雲 即是每隻角色都有一個特色 有些是雲 有些是 有些是加攻速 有些是加暴擊率 那就是看你喜歡哪一隻 很多人問 吸血好 吸血好不好 流血好不好 加攻速好不好 暴擊好不好 其實看你喜歡 即是 其實說真的 可能有少少分別 但是整體上而言 就不是很 不是差太大的 即是可能你 放我屁你不小心 你 你 你 拍 金信 正發作 然後 手滑了一下 然後你就可能被人打中一下 被兵打中一下 已經補回 補回 你 補回你 跟其他鷹的之間的差別 即是有少少分別的 但是就 不是太大 應該不是太大 那你跟名像分 跟名像比 當然是大的 其實他 目前來講 官方Facebook 只是 只有一個人經營 我自己覺得 即是我見到 不是太多人 不是太多營運團隊 我覺得是 而且因為活動有點少 即是如果你是以前 以前出 以前那些online game 是講一天出一個活動 是為了留住一些玩家 即是 這個game 會不會是 我覺得是太少活動呢 即是留不住玩家 這件事是要想一想的 即是 可能你有很多活動 但是是之後出 但是又不要 即隔那麼久才出 始終是遊戲的熱情很快要過 是 很快要過 看看他會不會珍惜 即是現在 都算紅 這遊戲現在 會不會珍惜 現在這個熱情 然後快要出 出一些新的活動 我見過他有打算出一些銀幣 但全部都是銀幣 即是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即是如果你連活動都不出的話 那其實不是 你自己覺得 這遊戲已經不能夠了 即是你已經是 絕望了 你都是 沒有出活動 永遠都是加銀幣 加些什麼 就這樣 好了 今次的集團到此為止 就是這樣 拜拜